我們回到第三次 既然我們講這個粒子物理 我們現在繼續講的 就是現在我們是科學家 物理學家有沒有嘗試去做這個最重的元素呢? 其實很有趣的 如果你說在這個科學上面一個十大難題 去嘗試做更重 更大粒的元素 是久不久又會進了十大的 當然你會問 我們做這麼大粒更重的元素來為什麼 有時候做出來的東西又不是那麼穩定 又不是那麼用得的時候 為做而做什麼 又不完全是 但是我們都會很留意 這個這麼基本的問題 我們元素周期表上面的元素是否可以繼續加進去呢? 如果能夠繼續加進去 有一些新的東西的時候 它那個行為 那個粒子的參數會是怎樣的呢? 我們好像是一個探索宇宙未知新世界 是一個在粒子世界裡面的一些未知的領域來的 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用我們的方法 繼續做一些重一點的元素出來呢? 其實一直有新嘗試在這裡 暫時我們能夠做到這些 譬如是 那個質子的數目 如果你說元素周期表 它究竟那個元素排名第幾呢? 就由它質子的數目來決定的了 因為它質子的數目也都決定到 它外面有多少粒電子的數目 所以它整個元素的化學行為呢? 基本上就由那個元素裡面 那個原子核裡面 有多少粒正電殼在這裡 包在一起呢? 這樣就決定了 那現在我們發覺 你數好像有這些元素 那就九十多了 是不是? 然後就再有些重一點 去到一零幾 你已經發覺就很不穩定 很容易就會是停留一陣子 然後就會衰變了 因為越大顆的時候呢 它就越來越 外面包得越來越多一陣子 那麼大家之間那個的 正電賀和正電賀的排斥力就越容易 不小心湧現了出來 那麼你可以由這個理解就是他們 就是因為它那個的 強作用力將它綁在一起的那個力 開始慢慢約束不住 它們之間互相的那種排斥力 那麼所以呢 越大顆的東西就越傾向衰變了 那麼我們是可以用這麼簡單的方法去理解 那麼所以我們就是問了 你要做得越來越大顆東西的時候 那個難度越來越高的 去到現在不止去到一零幾了 去到一一幾都有 就是說就是說那個整個原子核裡面 那個原子核裡面 那個正電賀側子的數目 去到一一幾 那麼根據我們理論所說呢 其實我們是 如果我們對於這個粒子理論的理解是對的 照計去到一百二十左右那附近呢 是會突然之間出現一顆相對穩定一些的元素的 就是很有趣的 你的原子核裡面排了多少顆東西呢 那顆東西穩不穩定呢 原來它裡面是跟它包的時候 包得不穩和裡面的數目 會不會出現一個很漂亮的數目 令它包得很一陣呢 是有關的 那麼所以現在其中一個挑戰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呢 去一路去捱過了中間一些不是那麼穩定的元素 去到 硬加到它大那個地步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見到一個好像一個沙漠中的綠洲了 甚至用英文講就是一個island of stability 一個穩定的狀態 我們可不可以去嘗試去真的去實現到 一些相對比較穩定一些 但是有原子核很重的元素 有沒有呢 如果有的時候 那我們就相信我們的粒子理論呢 就對一些 不是的時候呢 我們就覺得 咦 這裡呢 就似乎有要修正理論的地方 是啊 那現在去做的時候呢 如果剛才你說的加上去呢 它不是那麼簡單的就是這樣 它是否要用很多很多能量才可以打進去呢 這些這樣的粒子 是啊 你要怎樣加一些東西進去呢 又要很有技巧的 你試想一下 本身那粒東西這麼大的時候 已經很不穩定的了 你加的時候大力了 你反而撞散了它 那你有一點想像呢 你可以用一個叫打snooker的一個比喻 那些紅球就找個框框就有框正在那裡了 現在我拿走了框框 我就想呢 我用很好的手勢 自己慢慢把那些球打下去 令它又可以貼住原先的那十個紅球 然後我想做到漂亮一漂亮 加多五個令它那三角形大一些 甚至於再加到六個變成有二十一個 那麽砌出來的三角形又大一些 那就是變了呢 你每一下打進去呢 你的力量要剛剛好 你太大力的時候 再把原本整個結構撞散了 就沒有了 OK 但是你太小力的時候 原子核有個什麼問題呢 它自己會排斥的那些東西 你打一些政電荷進去 是不是 所以什麼為止一個剛剛好的力呢 還有呢就是你有時候要用不同的手勢 就是你可能 你不是說隨便拿一顆東西 每顆每顆每顆都加進去就可以的 因為呢 有些元素它本身已經很不穩定 你給大力一點又不行 給小力一點又做不到 那麽就變了有一些元素是不適合 讓你去再繼續玩下去 所以呢 他們做這些研究的時候 很難想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找一種 適合的元素拿來做一個靶 就讓我們再砌多一些東西上去 另外也要找一種適合的元素 它可以釋放出一種適當能量 即是適當力度的一些粒子出來 就打進去 OK 那麽其實也有更加多時候 我們打中指下去 中指因為沒有電荷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感受到 那個就不會感受到排斥力的 但是你打中指進去 一樣有個問題的 你打中指太強 你又是會打散去的 那麽然後你就打中指進去 就打中指變成了質子 然後就變成一粒重一點的元素 那麽這個就是一個經常會用到的手法 那麽大家可能呢 如果不是很熟粒子理論的人呢 我或者我給多一個比喻 一個圖像描述大家去理解一件事 你如果譬如接下來中秋節 其實現在這陣子已經有月餅賣了 是不是? 台長你記不記得 那些月餅是喜歡用多少個來包成一盒的? 四個嘛 我們就喜歡四個啦 但是如果你想包多一個四個的時候呢 他們喜歡砌成一個什麽形狀呢? 沒有的 那個應該是五個 即是中間加一個的 是的 通常叫做七星半月 有這樣的字眼 現在就可能少點聽啦 現在你有幾個要買到那麽大盒的月餅呢? 但是以前呢 你除了買那些一盒 要不就單丁一個買 要不就一同四個買 或者一盒四個買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要一家人很多口的 你就買個七星半月 是不是? 那個七星半月最重要的就是 中間那一個外面就圍六個 因為你就算你用汽水罐你也是的 你砌了一個汽水罐 你想外面找一陣汽水罐包著它的時候 你就圍六個 最後一匹這樣七個 一個六角形中間還有一個 這樣就最後七個 於是你放一個袋子拿的時候 它就特別不會朗來朗去 是不是? 你的袋子一抽的時候 你如果是七罐圍住它 就好像一個圓形的狀態 那如果你再放多幾罐的時候 它一不對稱那些東西就朗來朗去 這個結構就不穩定了 是不是?這個結構 那如果你七個裡面再要包多一罐 你就包多多少? 你就包多12個在外面 你就可以把裡面的那七個圍羽在那裡 於是你其實是要把那整罐殼 填滿了一罐的時候 就會形成了一個穩定性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就是我純粹用一個汽水罐的比喻 那同樣的情況也都會在這個原子核裡面出現 就會發現原來如果裡面是有120粒質子 再加一個對數量的中子 它們自己砌出來的那一罐 剛剛好填滿了就出現了一個穩定的殼 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外面的干擾了 那些東西又比較對稱 那樣的樣子 如果你是裡面外面有些東西朗來朗去的時候 就很容易產生一些電荷的不穩定性 就令到東西不穩定就會衰變 所以這些原子核裡面的不穩定性 你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那些 砌汽水罐的圖像去理解 那剛剛有提到 要整它是很難的 那現在呢 就是美國 它應該就是Berkeley那邊 它就找到一個好的材料 來去做這個這樣的 就是嘗試去做這件事 它未完全成功 但是提出了一個方法 就似乎是比以前其他方法 是會更加穩定更加可能成功的 那台長現在你也要提出 就是畫面上面 show了一個元素的名字 Livermorium OK 我一看這個名字 我就知道 這種元素 是用一個實驗室來去命名的 有一個叫Livermor的實驗室 這個粒子 就是由Livermor的實驗室 製作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 就是從美國的國家實驗室製作出來 第一個找到 所以這個元素就由它命名 那樣 你看其他元素 很有趣的 Californium 擺明是加州發現的那些 那你會發覺 越往後的元素 很多時候就會用了那個發現的機構 來直接命名它 這種叫Livermorium 這種元素 在你查字典都不見有這個字 因為是一個新造出來的字 那它就說 是可以透過 將一種太金屬的元素 充滿了之後 然後它就成為一個可以噴射到宗旨出來的一個源頭 將它打到那些我們電廠裡面都有的那些叫做不元素那裡 就令到這個元素越來越大顆 最後就可以砌到這些叫Livermorium的東西出來 那這是其中一種方法 那如果台長你看回那個報道本身 在那個報道的中段 它又提出了 就是今次那個Berkeley的這個機構 就是這張圖了 它現在呢 就提出了一個方法 就是令到我們接下來可以試一下 用這個方法 都是用Titanium 就打下去另外一種叫做 就是C字頭的一種很大顆的元素 就似乎呢 這種元素就會 因為它可能就是 提供的過程就會更加穩定 就令到你可以呢 繼續加些東西下去的時候呢 它都可以更容易捱到 它變成一個有120粒質子的這個元素 那這個120粒質子的元素呢 這個120粒質子的元素呢 簡直都有個名字在那裡了 但是還沒做到出來的 就叫做 Unvenilium 這些名字 我就硬地拼出來 就是一個這樣的字 那麼它的特性會是怎樣呢 我們很期待 因為呢 它就是會有一個有120粒質子的這個元素 它究竟會不會好像我們理論那樣 預計它是比起周圍的元素相對穩定呢 它都很容易衰變的 但是會不會突然之間 它那個半需期是比起其他輕一點 或者重一點的元素 那半需期是長了 成一百倍 甚至是幾百倍的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相信一個 叫做相對的穩定性 是出現 而且是符合我們理論的預測 這個做法呢 另外想起中世紀的年金術 那是不是說 我們可以簡單 由一個最輕的元素 一路加加加加加 我們可以重複做回 將它變成一塊金 是的 理論上可以的 就是我們可以找一個輕過金的元素 然後我們自己加一些質子 加一些中子下去 通常加中子 然後等它自己慢慢變回 變成金的元素 理論上可以 也都真的做得到的 OK 但是呢 現實上就不會有人這樣做的了 因為卡在一個問題那裡 成本 因為你這樣做呢 比你請人去掘金 是的 所以呢 另外一方面又很有趣了 鑽石就出現了另一個情況 鑽石呢 它不牽涉到核子層面的東西 純粹是一個化學形成 形結的一個現象 就有人已經找到越來越便宜的方法 去形結成為鑽石結構 所以我們聽到實驗室鑽石的東西 在我們將來有機會跟大家報道一次 就是便宜了 又比起我們上次做節目的時候便宜了 是的 好了 如果將來真的做到這個Nibermorium 或者更加 它又可以穩定 在實際用途上 它會有些什麼公見 我就是想像不到它有什麼實際的用途 其實這些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它是對於我們那個 粒子研究究竟有多正確呢 就提供一個客觀的驗證 我們預計了它應該那個地方穩定的時候 那我們就其實可以說 我們這個理論是對的 另外就是會不會在那個關於 另外就是想認識一件事就是 這些重元素 它為什麼不穩定去分裂 我雖然剛才講的一個很簡單的圖像 裡面那些 它裡面就好像一個水滴 浪一下浪一下 但有時候浪一下的時候 它裡面自己互相排斥的時候 自己就脫了出來 就好像你兩個人在一個魚搖板上面 一人拿著一杯咖啡 你搓得越來越厲害 我想搓到你坐不穩 你想搓到你坐不穩 你想搓到你坐不穩 就大家打捨了 那麼那個核分裂 其實就有一點像這樣的情況 它裡面已經很不穩定 浪一下浪一下 你再讓它浪得更厲害的時候 它就分裂給你看 越大顆的時候就越容易出現這種情況 那麼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對於這些分裂 究竟是怎麼樣發生 有一個準確的認識 它怎麼樣去邁向分裂中間的過程 是經歷了些什麼 有些原子核去裡面外殼 很多東西 朗來朗去的時候 究竟它用一個整個圖畫是怎樣的呢 我們是沒有完全搞清楚的 那麼所以 就是去研究這些超重元素 叫做可以說長遠來說 為我們去正確認識這個核子的理論 是提供了多一種的驗證 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一邊加上去 是否可以無限地加上去 我想按道理會有一個技術的極限在這裡 就算讓你最後真的做到這個叫 Rubinilium OK 那你之後再加上去的東西 就只會更不穩定 最後因為你距離越遠 因為是這樣的 你把這些這樣的核子 能夠約束在一個範圍的這種力 它的有效範圍很短 你大顆到遠已經超越了這個範圍 已經去到邊緣 它就邊長莫及就扯不住了 所以一定是有一個限制在這裡 所以我甚至陪它說 不可以無限大加上去 這個叫做速 我們下次再回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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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